冬缺系列赛第六场赛事 Jason Tatum 和赛伊特仁回到主场 迎战热火队和Jimmy Butler 他们有一叫呼 三比二 已经无路可退的Jimmy Butler 这次一开球时已经很快入局 在第一节的时候 他一个超快的转身 然后成功上篮 同样都是第一节 Kyle Larry 定回出去被走空的Jim Butler 整回一球三分球 然后仍然都是Jim Butler 在底线拍出来 然后有一个Pull Up Jumper 单单在第一节 他就已经攻入了14分 4个助攻 和2个拦截 Miami 曾经在第一节的时候领先过9分 Jason Tatum 在自己主场怎可以这么失威 第二节的时候在男生拿到球 又来一个双手裁军 接着一不离意 仍然都是Tatum 在平位拿到球之后 然后转身一个Fade Away 一个Pull Up Jumper 上半场他有18分 全场就有30分的贡献 接着就到Jalen Brown 欧洲部虽然过不了Kaleb Martin 所以就连人带球带他一起上纜 还捉到N1 在临缘上半场的时候 Marcus Barn 一个turnover Victor Oladipo 交给前面的Jim Bud 然后Jim Bud 递比在后带上来的Bam Adebayo 他就即时离过双手裁军 上半场以48比46 热火队暂时领先 在第三节的时候 两队仍然互相咬住不放 Jim Bud 在自己后场的时候偷了Boston的球 然后自己打出一个快攻 虽然进不到军 但是他仍然可以进入到这球球 还捉到N1 今次就到Jim Bud 交给Karl Lowry 整个球离开中圈一步的超软3分 软3分点止Lowry 今次就轮到Max Rews 热火再次领先双位数字82比71 在第四节的时候 赛伊特仁很努力地追 先有Derek Wright的一个3分 然后就到Al Horford 一个靓拳交给在蓝底的Marcus Mart 将分距拉到只有3分 Jim Bud 在这个时候怎么敢松下 自己设入一个上纜得分 Jim Bud 在第四节的时候有17分 在球赛中有5分半钟的时候 Al Horford 以一球3分追平 94比94 然后Horford 在同一个位置 5射交给站在一个凹头的Derek Wright 他的3分球令赛伊特仁领先3分 主场球迷还不叫到擦天 但姜始终都是越老越辣 Jim Bud 和Kalari 做回一个Pick and Pop 他的3分球再次令到这场球赛打成平手 然后赢球的重任就落在Jim Bud 的肩膀上 全场都知道他会上 但偏偏没有人阻止他 一个上纜得分再DRAW FALL 慢镜再看一次他的腾空多厉害 攻击时间剩2.2秒 热火队的一个NB Pass 交给Jim Bud 手上 他一个假身然后转身射一个Long 2 比数当时是107对101 这场比赛Jim Bud 尽牵身价 全场攻入47分 9个籃板,8个助攻,4个steel 在球赛剩12秒时 Jaden Brown 几个上纜 博到一个犯规 不过球证再看重播时 发现原来是一个攻方犯规 所以赛伊特仁这个时候 连最后机会都没了 最后的赛果是111对103 场数3比3 热火队将会有主场之力 去进行系列赛最后的一场赛事